嗨 歡迎來到提箱的ASMR頻道 今天我想做一個掏耳朵的視頻 我找了各種各樣的工具 比如說這是一套採耳工具 另外我還有準備一些刷子 用來刷你們的耳朵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 比較不常見的工具 比如說這一個按摩器 還有這個 這是一個用來刷碗的刷子 我今天就是要用這些工具 來刷你們的耳朵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從這個刷子開始 在這個刷子開始 10秒鐘 10秒鐘 3秒鐘 9秒鐘 2秒鐘 9秒鐘 9秒鐘 1秒鐘 1秒鐘 9秒鐘 1秒鐘 1秒鐘 2秒鐘 然後是左耳 左耳 現在是兩個刷子同時刷你的耳朵 刷子 現在讓我們換一下 現在讓我們換一下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兩面的刷子 先試你的誘餌 先試一下 等身一種 模擬頭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好 我先把你弄好 我先把你弄好 然後使用這個 這個鵝毛磅 來掏你的耳朵 先是幼兒 這個鵝毛的鵝毛 這個鵝毛的鵝毛 等待會兒 嗯 嗯 好 這是 兩人都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看你很久了 然後是用這個 折的湯耳燒 和一個鐵製的湯耳燒 湯耳的耳朵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拇指的 然後是左邊 我們現在的拇指 先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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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看 好 然後是兩個套耳勺一起 能感受出他們兩者之間的區別嗎? 嗯...貼紙的會稍微感覺更冰涼一點 最近天氣有點熱子來了 可能會覺得貼紙的套耳勺更舒適一些 覺得呢? 嗯... 然後... 然後是鴨毛棒 它跟鴨毛棒的區別是會比較堅硬一些 你來感受一下 然後呢? 词曲 李宗盛 雷二堆一起試一下 嗯 我現在要用 嗯 這兩根棍子的G頭 來幫你清理耳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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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用這個 一個 在彈簧的頭耳工具 來幫你按摩一下耳朵 來幫你按摩一下耳朵 來幫你按摩一下 來幫你按摩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我要用这个 短短分叉的 来帮你按摩耳朵 这种麻味丝很细 但是它也很硬 加上 它尖端是可以插的 所以会对耳道呈身很强的刺激量 看看是 这样的一只 现在是有时候 趁试在相对对的 但是 用С相对农 contain处久 对 我们 bahritis 中玉 κάν nuit 好嘞 嗯 然後我要用這個刮刀來幫你按摩一下耳骨 你不要擔心這個頭就是鈍的,不會傷害到你的耳朵 先是幼兒 來吧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是你的座耳 先跟你说 你会问 你说 你说 他说 我认为 铡皮 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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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用常規工具幫你掏掛耳朵了 那現在我想用一些比較特別的工具來按摩你的耳朵 首先是這個 它本身是一個用來按摩理頰的按摩器 但是我覺得用它來按摩耳朵也是非常舒服的 你來感受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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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起到 很不學位的作用 然後是左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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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這個 這是一個 用來刷碗的 刷子 聽起來很粗糙 但是 但是 做一個按摩工具 還是非常舒服的 我還是就用它 刷一下你的耳朵 但是 我用這根 非常漂亮的工具羽毛 來按摩 你的另一隻耳朵 或者是 做一個按摩工具 其實 用來做的 就用來做 對 有一個按摩工具 做到 做到 做一個按摩工具 做得到 做一個按摩工具 再用四角度 做一個按摩工具 現在我們換一邊 先用這個刷子 再試加上這根漂亮的工具羽毛 再試一次 嗯 接下來我想用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某些家具上面用來固定的鞋 塑料扣子 我用它來試一下 然後是比較大的這一棟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 我會不會有些東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是這個 發光耳熟 用它來擦耳朵的話 會比較容易看清楚 裡面耳垢的位置 有些耳垢可能很難掏出來 這時候就需要這個 鑷子來生的耳道裡面 把它夾出來 跟這個發光耳熟用 會比較合適哦 然後是左邊 頭髮 快些 但是 快些 我媽可 可能 是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來燙你們的耳朵 這個是香菸漏斗裡面的通條 這是一個朋友送給我的 因為他說他們家貓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就送了我一盒 說也許我們家貓也會喜歡 結果我們家貓的興趣好像不算大 我這裡也是奇異的來拍視頻 你覺得他的聲音很低嗎? 你覺得他的意思是很難答應 你覺得他已經有需要的一種 看見他沒有衣服 他沒有衣服 他有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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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钢丝球 这种声音很粗糙 但是粗糙的声音可以看到没 这种声音很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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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接下来是棉签 我想我们平常用来它耳朵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个 这一盒里面有好多种类型的棉签 其中这一种 这边它的头是尖尖的 比较适合用来清理那些比较窄的地方 比如说清理眉毛 还有一种是这种 带螺纹的 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用来清理那些位置比较深的地方 比如说洗完澡的肚脐眼之类的 剩下的这两头呢 都是最普通的那种棉签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两头 这边是大凹痕的这一种 这边是尖头的这一种 尖头的这种比较硬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啊 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耳朵 这边换一下试一下啊 注意尖头的这个 注意尖头的这个 比较小心一点 要是对自己的力度没有把握的话 最好不要用它来清理耳朵 注意尖头的一种 然後換成普通的這一頭 我會說明我會想吃 BGM 最後,我要用這個黃沙來磨你的耳朵 我會想要這個黃沙來磨你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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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那今天的耳朵就搭到這裡 有沒有那種工具是你最喜歡的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よね? 有沒有 ну 那麼 嗯